在疫情期间,不少艺人纷纷加入YouTube创作的行列 日前知名YouTuber齐轩,王少伟,熊熊,奎丁,展龙及展瑞一同出席节目 分享经营频道的心路历程 齐轩为推广Trekking运动艺人包办拍摄及剪辑 订阅数突破1000万,成为台湾首位千万YouTuber 他分享曾有一度订阅数约600多万时 遭遇小YouTuber质疑订阅数是购买而来,令他伤心不已 相较起人气频道,王少伟的隔壁老王频道则相形失色 疫情期间他决定记录录影生活,自己一手包办拍摄及剪辑 然而经营多年,粉丝数人不高,最高一支影片观看数仅23万 最高收入仅300美元,约新台币9700元 其他影片收入更是低至3美元,约97元 让主持人直呼还不够有钱,熊熊自成经营频道赔钱 他曾开工私请人制作,结果几乎赔光钱财 即使是前精心设计录影企划脚本 点阅数往往不高,所以难以回本 一次突发奇想让老公洗车拍摄 反而意外创下30多万流量 YouTuber除了要有吃苦耐劳的决心 也需面对酸民的勇气 展龙曾在社群网站PO出一张健身照 却遭健身社团取消,令他相当低落 奎丁也曾经拍摄整人影片节庆特辑 下方留言一片酸民 让他忍不住询问主持人 整人真的要赛得好吗 重新图开启到百万订阅的成就 这些YouTuber的成长之路充满汉子与泪水 面对酸民的冷嘲乐讽 他们选择用耐心与毅力回应 期待这群YouTuber未来能在影音平台发光发乐 再放更耀眼的光芒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